好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称为铜墙铁壁 就是你的皮膜组织及其延伸物 一般我们都会这样解释 因为不是只有你的皮膜 皮膜就是皮肤加粘膜 还有它们的分泌物 它的细胞会分泌一些物质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第一道防线 叫做皮膜组织及其延伸物 好第一道系统 第一道防线是先天性免疫 你出生就有皮膜 它这些组织都会分泌物 它是非专一性的生态 它包含了皮肤就是角质层 还包含黏膜 比如说胃黏膜 鼻腔黏膜 口腔黏膜 消化泌尿到生殖道的黏膜层 黏膜层是很容易被入侵的 因为它没有角质层 所以它必须有一些黏液 一些酵素 一些物质来抑制细菌 抑制病毒的 好那这些皮膜组织的分泌物 当然也会具有第一道防线的功能 像我们的眼泪中有龙聚酶 龙聚酶是指 溶解细菌的细胞病 泰巨糖它是可以分解泰巨糖的酵素 那很多的细菌 它的细胞病含有泰巨糖 就可以被分解了 对吧 好 可是这边有个小问题 讲到泰巨糖 不论是格兰氏阳性菌 还是格兰氏阴性菌 都有泰巨糖 只是格兰氏阴性菌 它的细胞病除了泰巨糖之外 还多了一个外膜 而外膜有机会阻挡这些酵素的攻击 所以它就算有泰巨糖 并没有乳露在外面 所以有时候阴性菌会有一些 那个细胞病中的外膜有保护的功能 好 那你的拓腺 胃腺 消化腺 分泌的这些酵素 这些每次分解蛋白质 脂质核酸的 也会分解细菌 所以它们这也分解 另外胃分泌的胃酸是强酸 也有杀菌的功能 这叫第一道防线 那我们现在呢 把第一道防线搞得复杂一点 依据其性质分为 物理性阻隔 化学性阻隔 跟生物性阻隔 我们就一一看看 化学性阻隔 就直接物理性阻隔了 角质层挡住 角质层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的表皮细胞 越来越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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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死掉 角质层是死亡的细胞 那这角质层 它在死掉之前 它的细胞质里面塞满了蛋白质 而它的细胞膜会留下来 好 那就是有细胞膜 包着一堆蛋白质 这蛋白质叫角质蛋白 那一只细菌 它如果要入侵你的皮肤 它要穿过角质层 它必须穿过一层紫质 就是细胞膜 一层蛋白质层 再穿过一层紫质细胞膜 再穿到另外一个细胞的细胞膜 再穿过另外一个细胞的蛋白质 还有一个现象 紫质是脂溶性的 蛋白质是水溶性的 一个物质 通常能穿过脂溶性 就不能穿过水溶性 能够穿过水溶性 就不能穿过脂溶性 就是我们说同类互融 但是你的角质层就是 蛋白质紫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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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替出现 所以一般物质很难穿透 所以角质层有非常厉害的保护功能 就是它是磨包着蛋白质 然后很扁平 而且非常多层 好 那除了这个角质层之外 我们的汗液跟皮脂 皮脂就是皮肤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 就是皮肤的油脂 会形成薄薄的磨在你的表面 也会有保护功能 好 黏膜会分泌的黏液 还有呼吸道的气管的纤毛摆动 把杂质推到猴头 让你咳嗽吞出来 或是喷嚏喷出来 肠胃道的蠕动 会把细菌一软后推出 最后就大便排掉 膀胱的盘液 可以把尿造的细菌洗走 这些都是物理性的阻隔后推送 很容易理解吧 那化学性阻隔 干嘛叫化学 化学反应是指打断化学界 而改变其化学性质 好 包含我们分明的脂肪中的酸 酸让某些物蛋白质变性 酵素把你的分子 油基分子分解掉 那包含你的眼泪脱衣中的龙菌酶 或是你的消化中的酵素 或是强酸 强酸有两个大百质变性 变性或打断化学界 属于化学性作用 所以这被规则在化学性阻隔 最后一个叫生瘟疫阻隔 也很容易理解 你身上的共生微生物 包含细菌跟真菌 他们跟你是盟友 他帮你组隔坏菌入侵 因为你跟好友在一起 他吸收了你表面的养分 让坏菌长不进来 所以你会有盟友的 包含你表面的细菌跟真菌 好那下面有很多例子 包含那个乳酸菌 是人类很常见的好朋友 在乳之中有 阴道中有 皮肤上也有 消化道也有 消化道常常是乳酸菌 和大肠杆菌 这些菌很多是好菌的 好那我最后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阴道抹片时拍到的照片 用特殊染剂染它 这个染剂就是格兰式染剂 你会发现这边有细细长长的细菌 颜色是深蓝色的 它就是格兰式阳性菌 它是乳酸杆菌 好所以乳酸杆菌 除了在消化道当中 阴道中也有 维持弱酸性 因为它分泌乳酸 所以阴道的弱酸性 可以让杂菌长不进来 所以如果今天你用了一些 清洁用品 它比较偏碱性 破坏了这个酸性 容易被其他杂菌入侵 这是乳酸菌的例子 �acağ子 неб 에듀